一头深色卷法照片中的小女孩 就是四岁的以色列裔 美国女童艾丹 她是以她第三批人质释放的名单里 年纪最小的一位 也是以她休战以来 哈马斯释放的首位美籍人质 艾丹的祖父表示 等待小孙女回家的希望 已经落空两次 终于在第三批人质释放 看见艾丹的名字 但心情还是悲喜参半 因为艾丹在以哈开战时 就被挟持为人质 并目睹父母遭到杀害 美国总统拜登 形容艾丹遭受可怕的创伤 和难以形容的心碎 今天她是自由 Jill和我 一起有很多美国 都在祝福 她是好事 第三批人质交换中 哈马斯再释放17名人质 其中包含艾丹在内等 13位以色列人 与3名泰国人和1名俄罗斯人 以色列则是释放39名巴勒斯坦囚犯 包含6名妇女和33名青少年 同样也是年幼的孩童 9岁的爱尔兰裔以色列籍女童艾蜜利 则是第二批获释的人质之一 路透社捕捉到艾蜜利 跑向父亲怀抱的瞬间 这一刻对两人来说 就像是一场梦 至于休战是否可能延长 以色列将召开会议 讨论延长休兵的可能性 美国政府则表示乐见其成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 卡达总理点出延长休兵的关键 将在于哈马斯能否找出数十名 遭到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 囚禁的妇孺人质 大新闻张力编译